我们的李锐长 欢迎发展法师 杨教授还有我们诸位在座的同学 在座居士 大家好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因为杨教授他大概正常状态 大概他是都会密集的每个学期开一次这种课 但是同学这个课只是修一次 所以我意识当中来这里讲好多次 但是其实同学都不同 那我这次又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我刚刚有跟我们教授交换一下意见 他也已经对这个缘起信空 因为我们这是佛教概论 那么对佛教概论当中很重要的缘起的概念 做了一些说明 那我来应该说就对这个说明 可以再把它更深化一点 并且做所谓的大小秤的分别 这大小秤的分别 那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佛教事实上是有大小秤 那么这个有大小秤的分别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 其实是会有感受到的 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当我们谈到宗教 或我们谈到说佛教 什么功德会 这个时候你大概就会想起说 在那个灾难的时候有人出现了 然后他去做了什么事 那我一般对非宗教徒来说 社会人士来说 他对于宗教跟他的关系 他并不在意那个宗教内容是什么 但他更在意的是宗教 在实质的生活当中 跟他的关系是什么 你比如说 有没有做一些救济 有没有在社会的慈善上面 做一些什么 让你觉得很受用的 或实质很受用的 这一类 那其实坦白讲 他宗教本身 他的那个价值 不尽然会表现在 对社会一般普罗大众的 什么样子的感受 并不尽然是这样 但你要知道 反过来说 对于还没有宗教信仰 或者稍微想到 要有宗教信仰的来讲 他到底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思维宗教 很大的一部分意义是 宗教有没有 有没有比较 没有条件的 或者说没有目的的 他就能帮助我呢 在很大部分的人 他开始接近宗教的时候 可能他是这样子 你比如说 对于神的信仰 上帝的信仰 上帝的信仰 有一个很核心的说法 就是你只要对他祈祷 那么仰望于这个唯一真神 那真神就会应许你的祈祷 当然坏的祈祷基本没有 但是这个不用说明 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会需要这样 因为我们的很多 我们的很多需求 在一定意义上 我们会觉得那是合理的 只是呢 不确定得得到得不到 你比如说让我能顺利毕业 你比如说让我的实验数据 能够做出来 你比如说让我的感情生活 目前或者未来顺一点 你比如说让我家庭 爸妈健康一点 要不就是让我那个怪怪的疾病 早一点好 这些都是很合理的呀 就是老病 就是生活 就是现在与未来的目的 期望 那这种期望呢 我们大家也知道 并不因为你努力就一定有 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 多一点什么外在的元素 让我们保证一点 或者多一点心理的支撑能力 那让我 我这么努力了 但不一定保证有 但是我如果再加上 宗教的什么元素的话 搞不好它会更有 这个其实是很大部分的人 在刚开始接触宗教的时候 都会有的 第一种 第一种 我们说它叫做 很现实的目的 这种目的呢 并不应该被忽略 也不需要被嘲笑 说这个好像 这种太小加值器了 没有啊 宗教的出现或存在 或者它的流传 都是基于人类的现实需要 跟超现实需要 这两类 那么第二类就是超现实的需要 超现实的需要 其实已经过了你们诸位 这个年龄了 真的 我们的超现实需要 就超现实的 你要知道 到了读大学的时候 之后你的生命 大概就陷入到 现实需要的考虑当中 你已经开始知道 你不小了 你不能只是在家里玩电动 玩桌游 玩手游 你已经不能这样了 你也不能够说 你不高兴 你就可以耍脾气了 你开始知道 你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家庭 对你周边在意的人 你要有责任 这个时候呢 因为要有责任 就得要应这个责任 所得的 你需要得到的东西 这很现实的 比如说男生 要毕业了 你一定会被问 毕业后要干嘛 当完兵要干嘛 现在当兵很短 那要干嘛 这一类开始被问 女生也是 渐渐年纪大了 就被问 有没有对象 要不要 什么时候结婚 这件事情呢 现在或许 社会环境 不太敢这么正面问你 但 它是存在这样 为什么 你知道 你总要对这个社会 对你的家庭 对关心你的人 有所回应 因为你在承担一些什么的 当你当要承担一些什么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够在 那么的超现实的过生活 那什么时候 你是很超现实生活呢 我告诉诸位 根据国外的研究 大概在国中时代 小学大概在四五年级之后 到国三 也就差不多在十五岁 十六岁 十五岁以前 正常状态 就一般状态 十五六岁以前 到什么 到十岁以后 这样这段时间呢 其实很短的 只有四五年的时间 它比较超现实 那什么叫超现实呢 你们不晓得听不听过 在早年啊 中国大陆搞政治斗争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叫做红卫兵 有没有 红卫兵你知道他叫红卫兵 基本上红卫兵是几岁呢 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岁数 你要知道 不是高中以后 大学 也不是那个几小学 有他们几小学叫小红卫兵 那也可能 小红卫兵呢 就是说我们讲的叫做 小学三四年级 就是大概在十岁以前 他是可以被诱导的 那十岁以后到十五岁之间呢 对生命的观察跟翻转 他需要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我是谁 我要怎样 我怎么跟这个社会 呼应的这种关系的安顿 这种年龄呢 大概在十五岁以前呢 就叫做生命的自我发掘 生命意义的自我发掘的 你的高峰期 这个高峰期 如果你不要压抑他 你适当地给他发展的话 那么这是他找寻生命 叫做超现实目的的 最好时候 那么过了这个时候的诸位 其实是已经现实了 我想毕业 能不能毕业 考试 明天的考试 这堂课对你来讲 应该算是营养学分 我们都知道 那你需要一些营养学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礼拜的必修学分这么多 你在选修的学分当中 你需要一些 不要用 不要太用大脑的 那么又感觉 可以给你一点兴趣的支撑的 这种课程 你会来修 教授跟我讲说 在从暑假开始 一路到现在 选退休选退休的人 选修退休退休选修的人 来来去去大概有三分之一 显然大家在思维 然后最后你留到今天的 我们大胆的预测两种情况 一个是你走不掉 一个是你不想走 大概只有这两种 那么这两种情况 其实你都经过现实考虑的 一点都不可耻 本来就应该这样 只是说人生的思考有两大类 这一类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 一定有关 那就是超现实的价值性思考 目的跟现实的安顿性思考 这两类就务实思考 这两类对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这两类并没有完全互相排斥 只是你的学校大部分讲现实的 超现实的大概 讲太多超现实的内容的老师 在你心中搞不好会被你定义为 很混的老师 因为既然讲超现实就不讲课程 今天讲什么什么样的解析 什么什么样的课程 你是医学系工学院 乃至于这个设计学院 或者是文学院 他应该有他的课程 但是他摆着 他去讲一些人生 他讲一些他的感触 搞不好会被同学认为 那叫做什么 那叫做不务 不务正业 或者叫做在课堂上打屁 或者在抒发老师个人的情绪 搞不好会被你解读成这样 但唯独这个课 唯独这个课 确确净乎全部的容许你去探寻什么呢 探寻一个比较超现实的目的 但问题是诸位又到了需要很在意现实的年龄 这是必要的 本来诸位就是应该这样 我在你们诸位这个年龄也是这样 也要考虑现实 现实有感情的家庭的经济的 人生未来的事业的将来去哪里 工作比较好的 比如说这样 我记得我当年读物理系的时候 我在大三吧 我就跑去 我自己看报纸 那个时候没有网路 我就看报纸 我在看报纸看到 这个电力公司在 那个核能 核能厂在 在征 在征这个什么呢 工程师 我读物理系是最好不过了 我还记得我去的哪里 健康路的哪里 是他们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电力公司的什么大楼 我还去那里做interview 那你知道大学生穿着都很随便了 我那天还斟酌了一下 怎么个穿法 那么我去了 是这样 那好了 就比如这一类的 所以我想这种情绪 我跟大家一模一样 可是今天这个题目 因果报应 这题目很超现实 你知道吗 结果下一个 他说跟大乘空性原理 哇 这就太那个了 那就太超现实了 一个是很现实的因果报应 虽然搞不好你也不相信 那公家 我告诉你 因果报应 谁都相信 你基督徒也得相信 怎么说呢 我的双胞胎弟弟 我有个双胞胎弟弟 他是业余的牧师 注意啊 是牧师 业余的 应该说讲师 他不算牧师 一个红讲师这样 他们也有这样子 因为牧师 牧师会比较 比较身份受局限 那种红讲师 就是说去见证 叫做社会贤达 他去做见证 我弟弟算是那种人 双胞胎弟弟 搞不好你们还读过 他的那个什么科学 科学实验的补习班 黄刚 有没有认识 黄刚 黄刚 你认识吗 你真认识 你北部的人吗 你南部的人 但是也有这种课程 在南部开 你看过吗 他就是 我那个弟弟是后来专门教 比如说国中小学生 做DNA实验 这很高阶 然后他要带着同学去参加 现在有的那个科技 三人比赛 那是我弟弟 那有一次 他是基督徒 有一次他跟他太太来 我这个南西万佛寺 然后就聊聊了 然后就 奇怪 他们跟我聊天当中百无禁忌 就聊到在教小孩 因为他那个女儿正在 那个时候正在叛逆期 那也就问我说 你们佛教怎么看了 怎么看了 这样 大概就这样了 这样之后 这样之后呢 然后就谈到他很 他在 我那个弟弟有时候 会在我面前放伞 他就跟我说 我就跟他讲说 小孩子要教好 夫妻的关系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师父虽然没有去结婚 但过去也有些经验 这第一 第二 我们有很多信徒 信徒来了的时候 带着小孩来 爸爸跟妈妈的口径就不一致 然后来问我说 这小孩子怎么教 怎么开导这个小孩 那你就师父就夹在中间 很难了 爸爸这个想法 妈妈那个想法 乃至于他们彼此之间 是变成伙伴关系 不是伴侣关系 诸位这样了解 师父当时很敏感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那个小孩 你那小孩现在在叛逆期 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面对叛逆的小孩 可能爸爸的看法 跟妈妈的看法 那个教导的方法会不一样 那如果你们从情侣变成什么 变成伴侣 然后最后变成什么呢 夫妻 夫妻之后又变成了亲戚 转型成亲戚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稍微冷了一点 那个带了一点腻的 黏腻的感觉没有了 看在儿女眼中 他们国中小孩子是很敏感的 那么他会觉得 爸爸不爱妈妈 妈妈不爱爸爸 或者是爸爸妈妈的感情不太好 然后他会觉得很迷惘 这个时候他也会反弹 只是他不想跟你讲而已 我有这样讲一下 然后我那个 我那个 我那个 基督徒的双胞胎弟弟 就很敏感 跟我说 没有啊 我超爱我老婆的 哇 开始放伞了 你懂吗 我超爱 然后当他讲 我超爱两个字的时候 我看到他老婆 露出那种 西爪 那种 那种 啊 那瞎掰 那个骗失误的 那种感情 我瞄一下 我当作没看到 然后呢 他为了 我弟弟为了加强基督徒 他还在什么样 他还是红讲师 然后很强烈的 他为了加强 因为我既然瞄到 他太太那个眼神 他太太那眼神也不是恶意 也就是啊 知老公者 莫若欺 那种感觉 不要再死 不要再死 吹这个 这种什么 宣誓效忠的 这种 这种口吻 意思还是这样 那我当看到这样 我就夹在中间 我就不能表现的 对我弟弟太相信 他的话 我就说 哦 这样啊 我就这样而已 那我那个弟弟一听 我好像带保留 他就更加的怎么样 更加的要证明给我看 这时候我就要说明了 因果报应 我就开始要说 因果报应 他要证明给我看 他就当着我的面 他跟他太太说 老婆 你下辈子还要当我老婆吗 这样 意思也就是说 师父没什么信 师父不太相信 那好吧 我现在就马上当场问你 显然他们没有套过招 你懂吗 所以他老婆在第一时间 就说不要 第一时间 想都没想 就说不要 然后 我一下 他尴尬我更尴尬 我招谁惹谁了 我又不是要做身份 身份探查的 本来在谈他儿女的 什么时候变成 问他的感情状况 这就是报应 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知道 这里不晓得我们基督徒 我们知道基督徒其实是 人往生之后 是到哪里去 上帝那里 就回到上帝那里 是没有你未来 你要不 你就要受审判 要不 你就是什么样了 上帝的子民 基本上他是没有轮回观念 这样了解吗 是没有轮回观念 什么时候还有所谓 下辈子你当我老婆 既然大家没有轮回观念 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跟制造的 我们基本上 为什么基督徒在一定意义上 不容许离婚 因为他们认为婚姻是神圣的 最近不是有我们才刚通过的 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同婚法的什么什么吗 里头呢 其实还有很大部分人 对天主教不接受所谓的 所谓的教廷范蒂冈 所认可的婚姻 你要知道 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的婚姻 都在范蒂冈做成记录的 那叫做神圣婚姻 这种神圣婚姻只有什么 只有范蒂冈他认知的婚姻 叫婚姻 其他的叫做民事结合 民事结合的意思就是说 人间的法律说他们是夫妻 那我也管不着 但我在范蒂冈是不承认 所以我们说那叫民事结合 不叫婚姻 婚姻这两个字 在基督的世界里 其实是一个很神圣的 上帝的意志所配好的 所以他并不关乎你自己的努力 那是要感恩上帝的恩赐 但显然他要超越上帝 先跟老婆约定下一辈子 那当然这可能是冲着我来说 我相信他的宗教信仰没有问题 只是我告诉诸位说 因果这件事情是不关乎哪一个宗教 怎么说呢 我请问你祷告有没有用 祷告为什么有用 因为祷告是因 神的应许是果 那你说努力有没有用 我不敢保证你的努力有没有用 因为你的努力是你的说法 到底你是一天读三小时书教努力 还是读六个小时书教努力 谁晓得 我怎么能够跟你讲努力有没有用 可是你一定知道 没努力一定没用 对吧 是不是这样 可见 努力了不一定有结果 但不努力一定没结果 这里头隐含了什么 隐含了你不假思索的 就相信了一个因果律 科学上面说多少的动力 多少的物质 多少的什么能量给予 它就产生多少的反应 比如说物理 我们读物理系的都知道 要研究那个次粒子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给它外在的能量 让它去碰撞 碰撞之后 它在那个什么气泡室里头 所表现出来的轨迹 那就是它的结果 这个轨迹一定要相应于给予人外在力量 力量越大 它的轨迹就会有特别不同 这就是因果 所以因果在科学 在人生 在各种的宗教信仰当中 其实它都一直存在着 只是因果怎么认定 这就牵涉两个事情 第一 是佛教的认定 还是一般非佛教的人本 一般的非佛教的认定 这有稍微不同 第二种不同是 就算是佛教的认定 我作为一个大乘师 我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后面那一段 所谓大乘空性的原理 那叫做大乘的因果律 那就又有些不同了 所以因果律说起来简单到 你可以不用去读它 你都大概会知道 是有因果律 就像我那个弟弟一样 他多少还是带着 一个轮回的概念 下辈子要不要嫁我 这种概念 当然基督徒或许 在某一些教派当中 他在这方面是容许的 也说不定 这个我保持尊重 那我也不会评论 只是说他就讲了那样话 也可能是冲着我讲这个话 但无论如何 这种轮回概念 下辈子的概念 也是因果的一种 为什么呢 在佛门当中 是有所谓的轮回 跟下一辈子 他认为 人今天这个样子 不是由一个外在的神 外在的神 来给予随机制造的 不是 他是你制造的 就是你 在时间的流转当中 过去的一个你 来创造 不是创造 过去的你的所有的一切作为 形成了今天你的样貌 他可以维系到什么程度 他可以维系到你鼻子的高度 眼睛的大小 眉毛的粗细 都在内 也就是外表 到你的内在 你的思想到你的健康 你的男女长相 性特征到你的家庭背景 甚至于 从你的家庭背景 到你的国家背景 都是你造 换句话说 投胎在哪里 那么从今以后 你怎么生活 一定意义上 都跟你的过去造作有关 这个叫做佛门里头 通用的因果 这个因果就渐渐的 跟科学的因果就剥离了 科学的因果呢 近乎只谈着物质性的 客观的东西 他对于人类自己 生命上的因果 轮不轮回呢 科学他认为无法实验 所以无法验证 因此没办法说他叫科学 但他不意味着 他是或不是 科学之所以叫做科学 他的认定是说 他有个标准的 叫做什么呢 可验证 可客观验证 不同的时空当中 用一样的条件 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 而且被任何人 任何人 只要他读得懂 都会读懂这个结果 主要他知道 他要去做那个实验 他可以重复做那个实验 这样子他叫做科学 我自己物理系 我当然知道 这叫定义 但这个定义就狭隘化了 找寻真理的什么 这条件 请问 我们能不能去实验 我的阿公 是不是存在 不需要实验 我的存在 我的祖父就在 这不需要实验 这也不需要去 客观的什么操作 跟计算 可是问题来了 我过去什么想法 我怎么去计算说 今天影响我 我明明中 会觉得它影响我 但我能计量化吗 我能跟别人证明吗 难了 这就难了 但是我们明明知道 它有关系 可是你就没办法 用所谓科学标准 去跟第二人讲 你比如说 有的人 天生 很小心 对于男女朋友 或者是夫妻 这种关系 非常的多疑 非常多疑 那对另一半来讲 是很痛苦的 可是你要知道 他过去就是因为 他的爸爸妈妈 在婚姻当中 失败 要不就是他那个爸爸 太爱讲谎话 对不起 我没有 如有雷同 纯属意外 他的爸爸 太爱讲谎话 然后呢 他从小 站在妈妈这边 望着爸爸呢 觉得婚姻 好虚伪 爱情 好缥缈 但是他又不可能去 没有婚姻啊 等到他开始 面对感情的时候 他就有那种印象啊 他明明知道 有这个印象 可是他知道 这种反应 跟别人不一样啊 别人 他的男朋友 可能拿个手机 稍微瞄一下 然后就塞进去 或者微笑一下 或者在旁边 回答一下什么 这个女孩子就会 哇好怀疑啊 你是跟什么人 然后你跟谁 这本来是一个 很正常的私人社交 可以把它膨胀成为 不可抗拒的 恐惧未来 别人不会啊 他会 这是不是因果 是 但是能计量吗 不能 所以诸位 科学的计量法 是不是完全符合 人生的样态 这第一个 怀疑 能计量能重复吗 他明明就是一个因果 的关系 可是他有时候 没办法重复实验 给人家知道 有时候没办法 你说这样一个人 有那个过去 所以他今天 对情感 很 很小心 或者叫做 很嫉妒 或者叫做 很惶恐 但是有的人不会啊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他的家庭 其他人给他的爱 超越了 他爸爸跟妈妈之间 婚姻失败 所造成的 或者就不要讲超越 平衡了 那个婚姻失败的样子 所以在他的因果上面呢 他后来长大之后 跟别人的相处关系 就没有那么样子难堪 这也可能啊 但你能计量吗 难 很难 即便是社会心理学 到现在 也没法对单一个人 进行这种计量 但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禅定当中 你可以怎么样 你几乎可以 真的像 电视演的一样 穿乐剧一样 你几乎可以 直接回到那个过去 去观察他 我最近有个信徒 他跟我说 师父 你讲那个因果 我完全相信 因为他是 他是一个特殊的人 他是一个妈妈 应该有 我看应该有六十多七十 但一生生活 看起来算平衡 他说他后来都是 专心教小孩 四个小孩呢 都成才 三四十岁 然后都在外面工作 很 你外面看都是很孝顺 可是他说完全不是这样 他说他有一个小孩 他有一个小孩呢 在小时 在 在这个 曾经在 高中 国中一代 时候呢 非常之叛逆 而这个小孩子 在国中之前呢 就天生的很乖 可是呢 就开始叛逆 他都不知道怎么办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宣称说 他可以跟他四个小孩 坐在帐里聊天 无所不谈 谈交男朋友 女朋友 讨论男朋友 女朋友的关系 都可以的 近乎无话不谈 所以这个妈妈 基本上成功 但是他说 即便是这么成功呢 也曾经在国中 他的一个第二个小孩 几个小孩 曾经失败 这么失败 就这么难堪的关系 但是注意 你注意听 有一天 他是已经信佛很久了 那他就 可能是有送地藏经 地藏经 这部经很特别 这部经呢 他宣称说 他是基于一个 女儿 对母亲的孝思 以及女儿 对于母亲的救济 因为母亲做了坏事 做了坏事之后呢 受了很大的伤害 他基于这种 想要救把母亲的用心 结果呢 他进行了很多的 修行努力 他在描述这个事 最后就描述了 他成为地藏王菩萨 这地藏经嘛 地藏王菩萨 这位菩萨 地狱不公 事不成佛 这位伟大的菩萨的过程 或者说他的意思 只有三卷而已 讲的其实蛮 蛮白的 很白 大概任何人 一手拿起来 你大概就会读得到 就会读得懂 百分之七八十 OK 好 那么这部经里头 有一个特别的感应 感应 什么感应 诵地藏经 可以知道 将来可以产生 宿命通 也就是说 对过去的自己 遭受了什么 会有一点 通 会知道 那这位妈妈 到底有没有这样做 我不清楚 不过这位妈妈 很特别 她说 她说她是个儿子 就这样莫名的 变得很坏 她用尽了很多方法 都很难 缓和这个 紧张的关系 在国中的时候 小孩子国中的时候 后来她就 她就诵经 一样念佛 一样就做她的修辞 就是家庭主妇 可能有些小部分的时间 有一天 她做了一个梦 她就梦到 她那个儿子 从外面走进来 外面走进来的时候 一个人 大人 在门外 然后走进来 走进她家的门的时候 变成小孩 一看 就是她那个 就是她那个 正在叛逆的小孩 然后呢 就从袋子里 拿出一把刀 说她要报仇 然后就对着她 然后她在梦中 她就这样想 她就这样想 她说 我这辈子 本来是可以去上班 做小姐 赚钱 但是你爸爸 要我好好的 这样在家里带小孩 我是尽心尽力 带你们 我这么尽心尽力 带你们 我这一次 对你们没有亏欠 但如果是过去亏欠 好了 那你要杀我 终究你是我儿了 那我欠你的 好吧 那就让你杀吧 她就想了这样 就算了 没有什么恶心 没有什么对抗 也没有什么不满 恨都没有 我对你这么好 你这样杀我 你算老几 你太过分 你可能会恨 要不就觉得 好悲惨 这一类的 哪至于你觉得很悲惨 也是你委屈 他不觉得委屈 他觉得 好了我接受 这个我接受很难 因果的第一个现实意义 就是我接受 你要不懂因果 你就会这样问 为什么是我 你就会这种问法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一个故事 他就是这样问法 那你如果懂因果 那你就知道 那势必是我的因果 这个妈妈在梦境中 自己这样告诉自己 然后那个儿子呢 外面是大人 他认不太出来 走进来一看 就是他儿子 这是有一个异象 这个异象是什么 这个异象就是 过去他跟这个儿子有仇 走进来之后 刀子拿出来 就要刺他 他就放下了 这一放下了 一刹那 他真的刺过去 就刺到他肩膀 没有刺到他心脏 你看这里这里有点距离 有点距离这样 就刺下去 梦中就醒来 醒来全身一把冷汗 一把冷汗 他觉得 如果真的我见人家 我也努力了这么多了 还要还的话 那就还吧 他打算说 这个小儿 不晓得过去跟他什么姻缘 他已经依稀有概念 那好 算了 我放下 他继续对我不好 大概也是我惹来的 他就这样子 然后就继续睡 其实没事嘛 在梦中而已嘛 他说很神奇 第二天醒来之后 他儿子 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没人叫 儿子嘛 你说会怎样 他也不打算怎样嘛 就很正常 很孝顺 他说孝顺到现在 而且家庭很美满 跟他关系就很正常 就一般觉得 会让人家羡慕的那种关系 诸位 业是会增长广大 我跟你的业 业就是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在过去已建立 并不等于不能改变 佛教对于因果 轮回这个观念 最殊胜 也最应该给年轻人 跟现在地球上的知识分子 或人类 能够在意 并且接受的 在于没有什么因果 不能转变 只有力量大跟小 方法对跟错 时间够跟不够的问题 像刚刚 这样子母子的关系 他其实是 方法对不对 因缘 时间够不够 这样子而已 已经到了他疑惑的状态 他近乎是自我催眠 然后进入到理解这个因果 轮回的关系 所以诸位 因缘果报这种概念 这个思想一定过去所造 分毫不会少于今天所受 今天所受的情况 都是过去你的身口意 操作之后堆叠出来的大数据的结果 简单讲就是大数据 他不是单一因 单元不是 比如说 我对这个人 我曾经过去骂过他 害过他 但也曾经爱过他 假设是这样 夫妻很可能是这样 又爱他 又恨他 又骂他 又疼他 又媳他 很可能是这样 然后就恩怨满腹 但也爱浓情蜜意 今后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跟这个人的关系 是好若坏 是近若远 是强若若 然后呢 有时候又是竞争关系 有时候又是一个 相互依存的关系 而且依存起来 又觉得好自然 为什么 因为你们曾经有过 这一类的关系 那今天两个人 变成都是男生 或都变成女生 他不一定是同性恋 但都变成是有伙伴关系 他就可能是这样 反之 曾经是伙伴关系的 当他的姻缘变成男生 你的姻缘变成女生 你们相互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从过去的伙伴关系 渐渐的 基于伙伴的熟悉 而形成了 你们这一次男女的吸引关系 会觉得 哎呀 你怎么想法都跟我一样 我们两边讨论 怎么你喜欢看的电影 都跟我一样 你怎么 你喜欢吃的乳肉面 也跟我一样 就假设这样 那这些 你会觉得好意外啊 不意外 都是堆叠出来 堆叠出来 其实讲到更悬一点的 你我今天 你诸位会坐在这里 而我会在这里 乃至于有这么一位老兄 从头睡到尾 这样子的 也没有问题 你懂意思吗 那也是有缘的 你要知道 浩浩成大几万人 我记得两万嘛 你看夜间部 这样 也不过就这几个人 在这里 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事 区区一两个 偶尔去睡觉的 小case 我们只要看得懂的话 就知道 本来英文就不会一样 但就算这位同学 也一定跟外面的同学 跟我的关系比的话 一定是非常的亲近的 跟外面比 他跟我的关系 还是很亲密 这样诸位了解吗 讲悬一点 其实是这样 一切的行为 都有堆叠的意义 但他不是命定 他也不是机械性的 一定怎样 这是佛教给人类 最重要的启示 也就是过去有因有缘 但今后怎么样 你仍然有绝对的自由意志 可以调整 因为既然过去是你造的 那未来你也可以造 只是方法要对 态度要对 时间要够 timing要对 比如说什么叫timing要对 你正在发病的时候 你就应该检查 改变生活状态 调理身体了 你都已经让他发病 发病到不可逆了 然后你才说 我可不可以努力 可以下辈子吧 你懂吗 已经到了癌世期了 都已经溃烂到 回不来了 那就对不起 那就已经因果 那叫做果报现前 已经是果 已经是果报 果了吗 我问你 他都已经长成香蕉了 你要让他变成橘子 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他都已经 这样讲有时候难以批语 他都已经是长成粗梨子了 你要让他变成水梨就很难了 可是如果他还没有长成粗梨子 粗的梨子 粗的梨子 我把它结枝 然后我把它结一个枝 结成什么呢 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 二十世纪梨 那种水梨结上去 它将来长出来是 有粗梨子的健壮 有水梨的水嫩 这就可以 可是你不能让他不动作 你就让他长 都结成粗梨果了 粗水梨的果 而不是那种所谓的那种细 高山细梨子的果 那当然就不行 这叫做timing要对 如果佛教要教你 佛教对你最有意义的事情 就在这件事情上 第一 他告诉你 这些因果 他必然的会发生 如果你对他都不理不睬 我们说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理财也是这样 钱就摆在那只会越来越小 为什么呢 因为通货膨胀 那你如果进行 这个投资 那好歹嘛 涨利息涨得快一点 快过 快过通货膨胀的速率的话 那你的财富才会增加 这是因为你在对的时间 早日投入理财 那你才能这样做的 你要晚 晚就不行了 晚 这些都是用时间堆叠出来的 你要知道 业也一定从时间堆叠出来 这个很重要 这第一段我要告诉诸位的是这个道理 这是通于大乘跟小乘 但他跟大乘的空性到底什么道理 我们是二之一 那这一次的上课两堂 我们还不会谈到跟大乘的关系 但我们必须谈大乘跟小乘都共有的关系 先记得 我说过因果关系通于非佛教徒 通于所谓的科技人 但他不必然 不必然是跟佛教讲的因果关系那么一致 科学上的因果关系 因为要讲求计量 讲求重复 但是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因果关系 其实是个人完成的 他一定跑不掉 但很难用所谓的计量法去做客观证明 但你一定就在你的因果内 第二 第三是 命既然是你造的 你也可以改变它 但是佛教在这里头告诉你的是 要用什么方法 什么心态 什么时间段 这样去做才可以改变 这个是他佛教要给世人最重要的一种提示 那这当中到底有没有神的运作 有没有佛的运作 那大乘跟小乘又要什么样关系 这我们会在 应该是下一个讲次才讲到 我们在下一堂课 我们继续再说明这方面的道理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呢 上一个讲 上一堂课所说的内容 我们上一堂课注重在 是共的部分 就是相共 那就是大乘的空性见 就是大乘的空性见 跟这个因果的关系 其实在这里头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什么叫空呢 就是你用什么样子的努力 就建立什么样子的人生 你的人生并不是被出生那一刹那 然后就说被某一个外力或某一个什么形象 然后就命定在哪里 因此你今生所受的一切 其实是过去你生命中无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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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命的轮回过程当中所曾经制造过的任何事情的大数据结果 那既然是大数据 那既然是大数据 那数据是各个不同的呀 哪怕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我刚刚讲如果我那个双胞胎弟弟 我们是铜软 铜软意思就是连外形也长得很像 他小时候女朋友常常认错 我们住在北投 是这样的 那他常常爱交 他女朋友很多 他妈妈也很在意他那个儿子 他妈妈跟我妈妈 对 我们两个很特别 我们两个都给人 所以都不在原生家庭里 那叫最准了嘛 都不在原生家庭 那也差不多都是被人家所疼爱的 他虽然在养的那一家呢 姓黄 我养的这一家姓梁 黄梁一梦 刚好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本姓姓陈 我的本姓姓陈 我父亲是当年那个 李登辉时代 曾经要求过国陪的 所谓这个在台南受 这个我们应该讲叫做 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他还拿了国家国陪两百万 他拿去做公益去了 是这样 所以我们家当年是很坎坷 所以兄弟两个就一起给人 那就给人了 给人了 那我们都在很接近的 不同的背景 但是接近的感情因素下 都是被疼爱着的 可是你看看 他就完全跟我生活形式 宗教信仰都不一样 那你也可以说 这后天因为不同家庭 也可以 不过呢 以我这种性格 大概呢 我真的很适合我被领养的这个家 我今天反过来看是这样 他也这么认为 他也这么认为 可是我们俩真的就是 渐渐走的是不一样的路 你说基因所造成的 难说 无论从身体的健康程度 反应样式 剩下外表 大概渐渐这个年龄 也会看出来不一样 那这些都是什么 大数据的结果 所以就佛教来讲是这样 那因为是大数据 数据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所造的 所以他不是本来就怎样啊 这叫空 空的意思是指的说 充满各种可能 他没有一个命定一定的样子 这是空的第一个意思 是这样 这叫缘起而信空 缘是什么 不同的缘啊 你做那样的事 是那样的 缘是什么 缘就是助力的意思 就助缘的意思 这样讲好了 我们要种稻子 因是什么 稻子啊 我们要种水稻出来 最重要就是米粒啊 那个稻子啊 那个要去种啊 那个种子最重要啊 对吧 但是种子叫因 可是呢 如果我这种子放这儿呢 它永远也长不出来 为什么 没土没水 没阳光 这个不够啊 没温度啊 可是它必须在 水土阳光 或者是光日照之下 灯照之下 酝酿它才会发芽 可见 种子最重要 可是水土阳光也重要 它不是主因 光水土阳光找不出道子 可是有道子 没这个助缘 水土阳光也成就不了 长道子的事 这叫缘 那因跟缘 最后才会成为 长出一颗稻子的果 那这个果呢 就刚刚讲果爆那个果 还没长出来之前 都有机会 我让它不长可以吧 比如书会说 我们说杀人则死 不必然 不必然 你说我知道 逃得快就不用死 对了 逃得快是逃得了一死 逃不了一世 逃得了此世 逃不了彼世 它一定会 你越逃它会越恨 恨会堆叠累积 就是 业力会增长 因为那也是大数据 它不是恨 玩一次就没有 它会增长 爱也会增长 这都一样 那干嘛 也是大数据 所以它叫空 空的意思是 不是指什么都没有叫空 那是不得已用这种句话 你空不应该用中文来理解 空应该把它认为是 没有主体性 这个概念 没有一定的本质 没有唯一的本质 这样 不能够理解为空无 不能这样 不是无 空是指没有一定的本质 也就是说 杀人则死吗 不一定 两个都杀人 一个杀完人就惭愧忏悔 马上去忏悔 马上对当事人的尸体 或者是他的亲人 表达忏悔 并且愿意接受一切应有的惩罚 而且在第一时间 另外一个人躲避 逃亡 甚至于对抗 你想你要是那个被杀者的眷属 亲人的话 你对这两个人态度会一样吗 不会一样 对不对 被已经忏悔 愿意接受惩罚的 你反而惩罚不了什么 他都已经这样了 跪地求饶 说他不对 很后悔 你可能踹他两下而已 你不会再去杀他 可对那个敌死不承认 并且还恶意对抗 你搞不好就要准备更大的力量 要去把他给以牙还牙 或许是这样 对吧 好 你有没有看到 杀人不必然死 也就是说 任何的因果 他都有转还的余地 不然没有人能成佛了 人非圣贤 佛是人成的 佛不是 佛不是唯一上帝 不是这个意思 佛是一切的众生 透过修行而 觉悟就叫佛 所以诸位都可以是佛 所以我说 佛教其实很适合 近现代的人 很适合人类信仰 就是因为 他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佛 人人有讲 他有一套理论 按照这个理论 一步一步地走上去 那跟唯一真神不同 唯一真神是 我们是神造的 那我们是神造的 我们顺他 我们得好处 我们不顺他 不得好处 他的基本逻辑是这样 因为我是他造的 佛教告诉你 你是你自己的因果造的 你是没有自信的空 为什么是空 因为你可以让他好 更好 你可以让他不好 更不好 那看你的作为 是对或不对 那你今生的好跟不好 也不要怨谁 那都是过去的大数据 推论出来 堆叠出来 到今天为止 你该有的样子 就是有的样子 你遇了谁 你怎么样 都离不开那个大数据 所以因果男性 是在哪里男性 就是相信这个大数据 男性 不是相信他背后 有一个黑手 在决定你的生命 不是 那么这样子男性 但是他也最好信 他也是最好信 怎么说 有因有那个种子在那 那个因呢 除非你加新的东西进去 不然它永远不会改变 它永远不会消失 什么时候会消失 什么时候会出现动作呢 原来的就出现动作 你比如说 有一个人偷你钱 你在闭路电视 你在闭路电视当中 监视器当中看到 这个人你认得 但是你想要去追这个人 你也不一定每天都在追 你就要过日子 晃着晃着晃着 可是你把那个人的样子记着 哪一天你遇到他了 远远看到到他了 你才会启动一个 追他讨钱的动作 你不是忙无目的的 在那追对吧 那为什么你那个时候 才会开始动作 因为原道了 你看到他了 这个事情确实是不确定 但是呢 你记得他这件事情 是永远在的 乃至于下辈子 你已经忘记了 是他 他也会怎么样 因为多于贪图你的钱 他跟你也会有一个 财务的关系 至于怎么表现法 又会从你的更早之前的过去 来整体的看 那这样讲就叫做空 空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不一定非怎么样发生不可 但他一定要发生什么事 这要看原怎样 你看看我杀人则死 不一定 要看你做了什么动作 这就是不一定会这样 但一定有结果 所以说一定有结果 又不一定会怎样 这真正原因是在于 我为他做了什么努力 这还是大数据 我们再做一个比喻 我一个盐巴这么大 给你当场吞下去 你一定吞不下去 可是我盐巴这么大 我如果放在三公升的水里 让你呢 打打篮球就来喝两口 打打篮球来喝两口 还增加什么呢 增加那个离子 那离子的那个东西 对你还很好 你可能两天 两个下午 你就把这个水喝了 最终你是吃下那一粒盐巴 对吧 可是吃下去的方法不一样 对吧 所以一定会成果的 有因一定会有果的 但是那个果是怎么个受法 那是透过个人的努力不一样 我再讲第二个比喻 你呢 投资做生意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 糟了 欠人家两百万 但是呢 你现在是一个一般职员 月领三万 还要扣掉房租 儿女的养育费 家庭费用 你剩下一万可以还 三百万 你一个月能还一万 你要还三百个月 你除一除看几年 那你累他也累 如果他还算你的利息的话 又要滚的 又滚出多少利息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努力赚钱 一个月进账二十万 花销 开销一样一个月三万 给你开销好不好 比刚刚讲的多一万 那你剩下二十七万可以还 二十七万还三百万 你十五六个月 你差不多还不到十五个月 就还光了 对吧 你还起来很舒服啊 很容易啊 你最终是不是还一百万 对吧 还的感觉不一样啊 贪三百 一顿给收你三十万 你要还人三百万 凉凉凉凉凉凉凉的 还三百万的钱 还是还三百万啊 跟刚刚讲那个盐巴意思是一样 也就是说 你生命的大数据 面对过去再怎么悲惨的过去 你有两个做法可以做 应该三个做法 第一 接受 你不能怨天尤人了 你有力气怨天尤人 不如拿力气来怎么样 来改造未来 这是佛教给你的态度 是这样 你不要这么怨 为什么是我 之前我有个脸书 欢迎大家来追 那个法杖法师的非思不可 中文字非思不可 非思不可 中文字 然后呢 他就是追我 追踪我 中文有一天他就 他就很正式 但是也很哀怨的语气问我 他说 法师 我听你讲经已经一年多了 我差不多是以追剧的方式 在听你讲经 我说谢谢 那他就说 他说我最近去做检查 那他是一个应该说中年 中年偏老年了 听这个语气 我不太 我也没在意说怎样 大家是这样年纪的人 大家应该是做过生意的人 他说 他有了一个cancer 但是是出奇的 可以处理 他就很埋怨 他说 我这一辈子 第一 他就先问说 我 为什么会是我 第一 第二问题是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没害人 没害人 我甚至还追剧 他听我讲经 算追剧一样 我甚至还听你讲经 讲那么久 那我没害人呢 我算好人了吧 为什么会是我 所以他问了两次 第一个就是 没理由的为什么会是我 第二个理由是 我都做这么好了 为什么还会是我 这样诸位了解吗 你看是不是很现实 对不对 我说过 我们这个年龄之后会 再怎么样会思考现实 讲大秤的时候 就会超越现实 我们站起来 我们说那是下个 下个讲次讲的 那 我就先问他 说我就跟他讲 我说 哦 得这个病 没人想得 那你至于问我说 为什么是你 那么要不请你告诉我 应该是谁 如果不是你 那你觉得应该是谁 得疾病 算是一种惩罚吗 还是一种 不确定的倒霉 就是说 你刚好被抓到 然后被 被那个感染 菌感染到 所以你得癌症 所以你没有理由 所以你会怀疑 为什么 为什么是你 是吗 他说对 他是这样想 我说 你如果听经文法 那么久 你应该知道 没有什么事情的发生 是没理由的 都是有理由 所以你恐怕不能问 为什么是你 因为过去的因缘 大数据 就会造成 今天这个样态 会是你 有可能是你的心情 很压抑 有可能是你的生活 过去曾经有过的生活 太不规律 也有可能是你的饮食 具足了怎么样子 癌症的原因 受了什么污染 怎么怎么样 这都可能 那更有可能是你的过去 跟了什么众生 有恶业 有恶业 你才会这样 关于这个有恶业 我因为我在做 那个宗教基本法的 那个立法推动 那我要去跟其他宗教 特别是民间信仰 有时候要跟人家 有些互动 借机会让人家理解 我们在推动宗教的一个 一个心灵保护法 这种概念 那台东啊 有这么一个妈祖庙 他说 他起机说 要请法藏法师 去给他动土 从台南弄到台东 然后呢 那个玉井县的什么呢 玉井县的南横 又塞 又崩塌 要到2020年才通 我得要绕到南台湾 再往北去的花莲 不是台东 花莲玉里 很远 疲惫 那我还是去 去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居士 他就跟我讲 他也 基本上 算是说 千层 开车的那位居士 他说他曾经在一位法师那里 帮忙做那种 消灾牌位 超贱牌位 什么是超贱 就是说 你过去曾经害过人 包括什么呢 包括在一定意义上 佛教 基督教也同意 天主教也同意 但基督就是新教 新教他同不同这个说法 我不太 我没有完全清楚 但好像我弟弟那个教派 也是这样的看法 他们认为 胎儿就是神的恩赐 不可以 怎么样 不可以 多胎 对 那他们的看法 佛教呢 是认为 那是生命 应该尊重 不能堕胎 是这样 好了 当然 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 被强暴了 怎么办呢 或是这样 但是现在被强暴 生小孩的几率不高 大部分都是自己想去 想去 男女结合 但是没有处理好 不小心有胎的很多 就算有那种也是例外 那个例外再来讨论也可以 那很多这样子 那叫做超贱 他已经被我杀了 那他可能怨气很重 那在因果上 我说过 那就是我造的 我造的我要表达sorry 对他讲say sorry 要这样对他说 我要表达一个尊重 跟抱歉 我要有所动作 怎么动作 请师父送经 我去送经 我参加法会 我对他说 抱歉 我跟他讲说 我请求佛菩萨来 度化你 这都是我可以做的 就好像说 我把你车撞了 我总要对你表示一下 我赔你钱 我换一台新车给你 要不就是 我介绍你一个什么好康的 来递补一下 反正各种样子 那你要比如说表示 这叫做超贱 所以超贱是代表一种 内在的不舍 内在的表示忏悔 内在的慈悲 表示要帮你忙 对于已经过往的众生 哪怕是一只狗 都可能 或者我对他的思念 那超贱 那我们一般来想象说 这种超贱 大部分都是死掉的 在阴间的 或者是鬼魂的 他应该会 他应该会 比较有感应 对吧 然后我们那位居士 我真的第一次听到 所以我从来还没 在这个讲坛 我在杨教授的课程当中 讲了超过十年了 应该有吧 超过十年了 这个故事 连杨教授都没听过 我每一堂课 他一定都在那边听 他不会 他不会把我丢着 他去外面聊天 他不会 他都会听 所以他听过我 最起码超过 一个学习 如果二场 那超过四十几场 一定 他也一定没听过 我今天讲这个 热腾腾的 那我就跟他讲说 这样 他说 那个师傅讲 这在讲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是 真的有现象的 你不要以为没有 我们讲说科学 我刚刚上一堂课 讲说科学计量 我没办法计量 但是绝对有办法 让你去考量 就这样 因为我跟那个人 是第一次认识 他就带我去 去花冬 那大家就在路上 就聊起来了 那他没必要编故事 骗我 那下次他说 你跟我照一张像 大师 没有了 我没有人在 自称大师的 大师跟我照一张像 帮我这部车子 加持加持 我说 连这车子要加持加持 有这么严重 那好 那好 那算了 就照一张 照一张 他就跟我讲说 哎哟 这个 我之前的工作 我问他说 你开这个车 也是辛苦 他说好 好多了 比以前 我宁可 做这个工作 我也不敢 干以前的工作 我说以前你干嘛 我以前要干志工 我说志工啊 哎哟 那个志工啊 我们有事务讲 那不是人干的 有什么工作 是不是人干的 他就说 他说 他在有业法师 他很慈悲 他接受那个全世界 各地写牌位 每个月他都会办那种 操建 修行法会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盐巴嘛 盐巴如果要让诸位 这样直接吞下去 很难 我就用水去融它嘛 融一下之后 你吃下去就方便多了嘛 什么叫做用水 就是诵经功德 什么叫盐巴 你过去痛苦的经历 你曾经害过人 伤过人 今生或累世以前 有的人就是生病 不好 一样的病 一样的药 一样的医生 人家医得好 他医不好 很多是这样啊 所以呢 就会做这种操建 给大家来那个 那我就说 哎怎样 他说你做什么工作 搬桌子吗 弄坛场吗 不然怎么叫不是人干 他说不是 他在做牌位 他说人家那个电脑登记完了 他要去列印啊 帮忙把它立起来啊 这样 那我说立起来怎样 他说量太多 他要提早立起来 那我说哦 然后这样会有什么困难 那个每一张牌位 就一张纸而已啊 有这么严重 他说哎呦 那真的不是人干 我说怎样 他就说了 他说 那个哦 因为法会 比如说三天后 你三天前你要先立 你立了之后 那你觉得鬼魂就来了 来他就很乖 可是呢 他会跟你讨 讨一些吃的啊 讨一些什么 搞得你 你如果没给他 一个什么样动作的话 他呢 晚上你就不能睡 他弄得累了要命了 我说哦 那这可以理解 因为那个都是超贱嘛 就已经往生了 我们讲超贱嘛 那当然他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那种 另外一种生命样态来 这就英国啊 他的生命一定又在啊 那一定在嘛 那他就会怎样 他说不是 他说超贱的不可怕 我说啊 那不然是什么才可怕 他说啊 那个红牌位的 才可怕 我说怎么会 什么叫红牌位 你知道红色牌位 就是活着的人 比如说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或者我的亲戚 他呢 我要回向他疾病早一点好 他说这个是活人啊 他应该没什么事嘛 你就是一个助导之意 他说不是哦 其实我们也知道 我故意问他了 那他就讲 他说 他说 那个生病的很多 都是他有冤心在主 那冤心在主更狠 我说为什么更狠 你想想看 那已经死掉就死掉了 他已经成为 另外一个生命样态 他还是生命 人是人的生命样态 那鬼有鬼的生命样态 那基本上是一种稳定的 stable的状态 状态 而且他稳定在那里 他基本上大不了就是求好一点这样而已 就算苦嘛 也是确定是苦 也不会不确定 可是 红牌位不一样 红牌位是 他要来讨命的 那你现在要 超见拔见他 那就要谈什么了 就要谈那种条件 就要谈他内心里头的那种愤怒 那你越慈悲于这个 祈求健康的人 你就对那个想要讨命的 那样子的人 那样子 那样的生命样态 更加的难堪 所以他要求就会更多 他会更紧张 他的生命会更不安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 我们长年以来 我们万佛寺 也会立牌位 但我们立牌位 我们没有收费 就是随缘给大家供养 我们不是在做买卖这样子 意思就是这样 其实收费也OK 但我现在想 算了 我们就用一些收费的 用一些不收费的 但往往那不收费的来了很多 因为有的人 他可能觉得安心就好 我也不一定要花钱 OK 我就跟你结个缘 没问题 我排外是帮你立 可是有时候帮我处理这个电脑的 我以前的学生 他住高雄 他才告诉我 也是今年才告诉我 他说 他说 那个方山合上 那个你要跟我确定时间 我确定时间 我电脑不能坏掉 我那个城市不能坏 我说怎样 我说他说 他说只要你跟他确定时间 你只要晚一天 他那天晚上睡觉 就一堆人来跟他吵 跟他讲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你赶快给我进去 他刚开始他听不懂 十多年前他听不懂 我们办这个已经办二十多年了 他都听不懂 但是呢 他后来才想起来 他跟人家定的时间 比如说啦 比如说八月十三号 要开放 你八月十四号 你十三号你没开放 到十四号 你还忘了开放 你马上他就来讨你 要求你他要开放 为什么他才能接受 你把盐巴加水这件事 也就是你对他做了祈祷 你对他做了说明 说我错了 让他心情感觉到 受到疗愈 有时候人欠缺的是 你对我的一句 说对不起这样而已 你要有姻缘对他说 可是说不能够私下说 私下了不可以 要怎么样 要有有得横的人 有修行的人 在三宝或者佛的面前 你正式的说 嗯 我也觉得嗯 这就好像法院裁定说 某人啊毁谤了谁 必须要在脸书 或者是公开的报纸上面 公开刊登 什么 道歉启示几天 有没有 法院有的时候会 会这样下这个牌 下这个财士 然后那个被害的人呢 被侮赖的人才会觉得 我接受 我被疗愈了 是不是这样 这第二种 第三种是怎样 我们常常有那种性侵犯 性侵害 性侵害是对身体 对人格的伤害 可是呢 法官怎么办 法官不能够说 好了 他伤害你 那现在判你去伤害他 不可能 对不对 他强暴你 明天我安排个地方 让你去强暴他 让他以牙还牙 没有啊 不可能这样啊 这法官怎么判 他判说 那你就赔他多少万 多少钱 那这一赔了之后 那个本来被性侵的 那个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他就觉得 被疗愈了 你觉得怎么会呢 性侵是身体的伤害 跟人格的损害 怎么给钱就被疗愈了呢 因为他代表一种意涵 意涵什么 我 我错了 我也愿意为 我做的这件事情 对你进行 另外一种相应的赔偿 就这样而已 所以诸位你了解吗 那个被害的人 那个种子永远在那里 他永远就放不下 他就念着那个事情 念着念着念着 他就盯着你 为什么你会这样对我 我对你那么好 为什么你这样对我 他就念着你 念着你 在他念的当中 是没有时间感 没有时间感 一没有时间感的话 累结追着你 这就是你的大数据 你会觉得说 我精神又没对人家怎样 为什么癌症会是我 为什么那个事情对是我 为什么我已经在读经了 为什么还会是我 第一个你读经又不是对那个人说忏悔 你读经是读你的 你也没表达 这第一 第二你读经你自己嗨而已 你也没表达你对谁什么错误 对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感触 有什么忏悔 你也没说 这第二 第三 你读经读个两年 你就对你已经害他 害了无量节了 你已经害他 然后你又快快乐乐去投胎 恩赐了 然后你完全把他给忘了 他一直盯着你 我们睡不着的时候 旁边有个家伙睡得昏沉 睡到不省人事 我们压力更大 因为我们想睡 睡不着 而看着他睡得那么好 同样的道理 我被你害 然后你过得那么舒服 我内心里怨恨怨重 这人之常情 这叫做业力 业力 业的力量会增长 会增长 它是会增长的 所以这种增长 也是你的大数据 这些都叫做因果轮回 所以因果轮回 不是那么简单的 社会科学这样看的 我们生命中太多的纠结 形成了我们这一次的未来 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的大数据 所以你要解伏的东西太多 你要忏悔的东西也太多 而人家要报恩于你的也很多 他就这样恩恩怨怨 好好坏坏 你的生命就这样起起伏伏 这当中 如果你又继续自私 你又继续的 只求自己好 不管别人好不好 你从来就自己做人 也不愿意帮助别人 那你想想看你的生命会是什么状态 你对待周遭又会是什么状态 这就是佛教讲的戒律 慈悲 不失的必要 不然你的大数据会很难看 都是在侵害别人的多 那将来你一定 你的生命越来越黑 那些牌位为什么会来讨命 他就是遇到这些人 他在那边吃香喝辣 然后今天 要找个书念个经 就这样打发掉我们 我们会不甘 那个不甘的情绪自然会流动 那至于说这个流动承载是什么 刚刚同学就问 那这一次轮回到下一世 中间那个东西会是什么 然后我问你 我问你 一个火炬 火把在烧着火 那个火把没有烧着火 那么现在呢 我把这个火 给吹熄了 那我在走到那个火把那里 我用个打火机 我再把它打亮了 请问 请问 有没有一个火 从左边这个火把 带着这个火 或者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 带着这个火 走走走走到那边 去把他 去让他那个火 从这边挪到那边 有没有 请问 有没有 其实没有 火在这里熄掉了 我走过去的是赖打 打火机而已 是不是这样子 我带过去的是打火机 打火机不是火 打火机是让他生火的条件而已 并不是火 注意到 有没有 我两只火把 一只火把有火 然后呢 那只火把没有火 现在我在这边的火把 把它给吹熄了 吹熄叫做火灭了 然后我走走到那边去 我再打开那个火把 让它火起来了 刚刚这个火跟这个 我们的假象 这两只火把的条件是一样 所以它生起来的火的样貌是一样 但请问 这个右边这把火把的火 是由左边这个火 经由什么东西带领之下 带到那里去的吗 是吗 是不是 是不是 显然不是啊 显然不是啊 可是呢 它有一些东西是一致的 比如说 我刚刚讲 火把的长相一样 火把那个燃起来的油是一样 这两只火把是这样子 这样做一样 诸位 生命 的轮回 是靠 因缘 集合 不是靠 什么东西 带去 这两个是不一样 左边这个火 熄了 它就熄了 熄了就熄了 那边那个火 涨起来 是透过 类似的条件的聚合 在那边 比如说 左边这火把是有油 油蒸发 蒸发成为油气在空气中 然后呢 你这个打火机呢 超过它的燃点 然后它烧起来 烧起来就一直抽那个内在的油 然后就继续烧 那一把火 一口气吹掉那个火把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痒了 它就熄了 熄了就熄了 可是那里有跟它一模一样的缘 聚合了 什么 火把的木头 火把的那个 那个上面的那个 或者叫布 或者叫做渗透的物质 然后火把里头的油 这三大象 都有了 然后再加一个 一个打火机 当年 左边这只火把 是这样燃起来的 现在右边 那个火把 也是这样燃起来的 并不是拿 左边的火把 让它消失 带着 带着那个消失的火 放在口袋里 去装到那儿 把它丢上去 让它撑火 不是 是因为同样的因缘 在那里聚合了 那这只火把 就燃起来 诸位 佛教不承认轮回 承载轮回的夜音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神秘的灵魂 在承载 它不是这样想 那些都是 如果有一个承载的东西 那就叫灵魂 那就永远不变 因为它在承载的东西 不是 佛教不承闻 佛教只是说 一切是因缘俱合的 因缘俱合是什么意思呢 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我们可以做一个样子 来给大家看 如果说有一群蜜蜂 好多只 这样子 这都蜜蜂 好多只 然后它一直往某一个 某一个蜂 蜂巢里头去 但是它一团 往这边飞过去 请问 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 绑住或承载的这群蜜蜂 让它飞过去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啊 是个别蜜蜂 是个别蜜蜂 个别对它 有同样的什么 同样的期望 同样的聚集而已 所以它们飞在一起 然后这样过去 你的叶 每一支 你把它想成是你的叶 这是你下一次的投胎 是的 是一群叶这样飞过去的 可是那是 每一个叶都跟 未来这个因缘有关 在某一个时空之下 你要在这里投胎的 因缘有关 并不是有一个 什么东西包住 承载住这一群蜜蜂 把它一起挪过来 没有 不是这样 所以要记得 一切都是叶远的 那叶在哪里呢 只要做过 它就从来不会消失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力量 力量 这个力量呢 就像这样子 比如说这样 我把一个球 往那边一丢 它已经离开我的手了 我有没有再拿个 什么东西去推它 没有 但是当时离手的时候 它这个推动力就一直在 假设这周遭没有引力 没有阻力 没有空气 我们知道在宇宙当中 它是涌动不灭 它就一直在前进 业就是这个概念 它在人 它在生命的内在里头 它是涌动不灭的 只有聚合 产生 刚刚讲那个果报了 它才换装成另外一个样子 它就一直在转变 一直在受周遭各种不同的因缘 它消灭 产生新的因缘 它消灭 产生新的因缘 所以这当中不谈灵魂的 那你说没有啊 佛教里头不是谈巴士吗 那个巴士 那个意识 那个大乘里都讲那个意识 并不是一个我 那个我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永远可以承载 我的思想 然后呢 被我控制 而且它不变 那个叫做我 永远不变 没有 没有那个永远不变 因为如果有永远不变的话 那你就不能成佛了 因为那就是你了 再也不会成佛了 谢谢 那就不会成佛了 既然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就都叫做觉悟状态 都叫觉悟状态 那众生不是佛 为什么他能成佛 因为他能够转变他自己 要是众生永远 有一个真正的众生的样子 他就不能变成佛 所以记得 佛教跟其他的宗教 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不认为有一个 灵魂不灭的那个内容 他不是 没有灭不灭 只有一切在生灭当中变换 这个是大乘与小乘共同的 那这个呢 跟我刚刚讲那个 那个鬼神啊 也是一样 他不是有一个灵魂在那里 承载等着你 也不是 是他内在里头的恩怨 那个恩怨对着谁 对着你这个恩怨的 曾经对他做的 那样子的一个个体 他对你念念不舍 念念不舍 将来因缘到 什么叫因缘到 那个道子有了土 有了光 他就会长出 意思一样 因缘到了 他就会长出来 那就叫大数据 到底该长成什么样 那就要看 你跟他过去的因缘是什么 这样讲起来的话 整个佛教就变成 所有的生命 都是你跟一切众生 你的起心动念 跟一切众生互动的结果 那像佛教修行 佛教的理论就再简单不过了 让你做对的心情 对待一切对的众生 你不应该跟任何众生 造恶缘 你应该跟一切对的众生 一切有缘的众生 造对的因缘 那么这对的因缘 就使得你未来 跟所有众生的 大数据关系 就会变成顺利 这个顺利就顺着 我刚刚讲的 你的现实考虑中的 生命的提升 生命的安稳 生命的获得 你想要的 相对就容易多了 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要讲求 他很注重讲求的是 修自己 他不只是求佛菩萨 佛菩萨为什么能帮你忙 这就跟大乘小乘不同了 小乘的看法是 只有自己帮助自己 因此他也帮不了你 他只能够影响你 做给你看 这样你听得懂吗 这叫小乘 所以他在意的是 我的大数据要对 最后在我的大数据 对的前提之下 我完成了一切都对的解脱 那我就要解脱 那我解脱 这叫做小乘 所以他注重在 我自己要对就好了 我解脱 他不是故意不帮别人 他认为你是你 你永远是你的数据 我对你无能为力 我只能做给你看 我只能给你建议 一切都要你做 这样你听懂吗 是这样 可是大乘不同 大乘的看法是 没有 大乘的看法是 我任何的大数据 都不可能跟我周边的众生 没有关 我的喜怒爱乐 跟周边也有关 有我爱的人 有我恨的人 当我是凡夫的时候 爱恨分明 有我恨的人 那爱的人得伤害 我痛苦 恨的人得利益 我也痛苦 这些痛苦 都是我曾经是凡夫 想不开的时候 我都会做的事 所以如果我要真正解脱的话 必须要 我恨的人 不恨 我爱的人得利益 甚至于我恨的人也得利益 我爱的人也得利益 这样我的生命才最终无恨 最终我的所有大数据 才会是完美 才会是自在 所以在他的想法是 我没有所谓的个人能解脱 只有我周边所有爱恨过的人 通通解脱 我觉得我才能解脱 这个心情就 相对就 生命的目标就庞大多了 工作量就相对多了 这就是他的大称 那为什么他是空性的呢 一样 那也是我跟他对应出来的关系 那不是永远怎样 换句话说 我恨永远 不会他真正永远被我恨 他恨我 也不会永远 他永远恨我 只要我做对 刚刚说那个盐巴 别忘了 只要那个盐巴 我加对的水 什么意思 他恨我 就是那个盐巴很难吃 我面对他很难吃得下 好 我对他温柔可以吧 我对他忏悔可以吧 我做对的事 然后把他跟他分享他 可以吧 如果他来骂我 我就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可以吧 这样让他那个恨 恨我的越来越减低恨了 这不就是盐巴越来越淡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 大乘佛法开始讲 六度万恨 六种度 不失慈戒 忍辱精进 禅定智慧 他开始讲这个了 他才讲 众生度尽方程佛道 他开始讲这个了 就不再是 身文法里头的 只求我的解脱了 所以他的轮回观 跟大乘的空性观 就在某一个本质上是一样 可是当他往下发展的时候 因为知道 一切的大数据 一切的大数据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曾经对他做过的 所以我不能够离他而自己得解脱 当他想通了这件事的时候 轮回照样发生 可是我的操作就不在 只为自己断轮回来操作 不是的 是帮别人也去离开轮回的操作 为什么 他就是我痛苦跟快乐的来源 你想想看 你一个人而言 你会痛苦跟快乐吗 不会 周边的人跟你的关系 才会造成你的痛苦跟快乐 当大乘越来越清楚这样的时候 他知道还是轮回 他跟小秤人一样 但是他的空是大秤的空 他知道连别人的生命也是空的 我也可以进入到他的生命 去帮他忙 转变他的痛苦 让他也成佛 跟我共成佛道 这个想法 这个空性还是空性理念 我请问如果这个人 这个人永远是猪 你牵到哪都是猪 那你就不会想要帮他忙 反正就是猪了 不是 他猪可以变人 我相信 为什么 空啊 大乘把自己解脱空 看到对一切众生 皆可解脱空 的那个空 这个空就伟大 这个空恰恰是 看透了众生 一切的无名 而不在乎他的无名 无名是什么 没有智慧 你看众生可能没有智慧 你相不相信 你拿一千块放地上 你看看有没有人会捡来还你 不会 直接捡走 为什么 他想得利益 大部分人都求私利 对吧 所以你会防范 你会防范 哎哟 小心哦 大家都是自私的 我要防范自己 这就是求好自己 不求好别人 可是当这样想 大家都想拿那个一千块 换做是我不懂道理 我也要求那一千块 所以众生都贪求 那个地上的一千块 这不能说他错 这应该只能够说 他没受到教育 你看空性出现 对不对 空性出现 我不把众生的恶当作真的 有没有注意到这样 我觉得那是因为 他没受到教育而已 不然他可以跟我一样的 实惊不媚的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没有一个众生对你是恶的 没有一个众生是在障碍你的解脱的 也没有一个众生是 本质上就是王八蛋 应该远离 没有 也没有一个众生说 曾经害过你就永远害你的 也没有了 哇 这个时候 在他眼中 一切众生都像父母一样 可亲可爱 偶尔他犯错 都是可荣受的 就像我也会犯错一样 我不应该远离他们 我应该记得他们的好 然后帮他们 这个是不是只有求自己解脱 已经不是了 空性啊 这才是大乘的空性 恶不是永远的恶 反而是对他善 他永远会变善 为什么 因为众生本来就希望自己好啊 所以他会从一切众生的苦难当中 去投入众生的苦难去解救众生 这是你所看到的 中国式的汉传佛教的 所谓大乘佛法的核心思想 诸位 其实蛮伟大的 值得大家多在意 时间已经到了 我今天稍微带一下 这种大乘空 跟声闻的轮回 有共通 也有不共通的部分 好不好 那我也兼集 简单解释一下 轮回过程 佛教是不承认 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轮回体 他只告诉你 那是因缘一直聚合 这次的因缘这样聚合 下一次一定要聚合成怎样 只是这个意思 它是一个因缘聚合的过程 不是一个承载 一个我 一个真实的我 那就不叫空了 那叫我了 一个真实的自信我在那里 转动 不是的 这点我也解释了 那类似的说法呢 你也可以上我的YouTube 法尚法师那个YouTube 森杰林那个YouTube 或者我脸书 你去追一下 有很多类似的 我在成大的演讲 差不多都有记录下来 都有记录下来 那有共通的 也有不共的 每次的演讲 或许题目接近 但是讲的法是不一样 欢迎大家呢 多去了解 好 讲到这里 谢谢 下个月 第二场 我们的一天 给你